那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那这个视频呢 其实呢 是我用万2.1生成的一段相对较长的视频 它的时长呢 大概在13秒左右 那我尽量的在保证人物是一致的 然后环境是一致的 然后整体的一致性的变得更强 当然了 我没有去精修啊 大家看一下 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那这个东西是怎么做到的呢 下边呢 我们就一步一步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如果想实现刚才那种 以致性非常强的Vlog的效果的话呢 我们需要借助的第一个平台呢 叫PixWars 它里边有一个特效 360微波炉 就是一个东西在微波炉里边去转 那么大家呢 可以进到这个网站里边 然后登上去 它本质是收费的 但是你在第一次注册的时候 会给你90点的基础点数 然后每天登录会给60点 所以说呢 基本的生成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大家唯一注意的就是 你生成的时候选用的图片 第一个就是分辨率 既然的要高 那如果你的分辨率不高呢 就需要用到我们后边的处理手法 这个待会我们再说 那另外就是要注意这个人物的姿态 那比方这个 我们鼠标以上去看到 有一个360度的效果 那这个图片的话呢 它本身就容易出现这种特效 是吧 这我就点开来 你点开会有那个微波炉的声音 但是你看这种就是它本身有着比较复杂的一个构图 然后人物呢 全身半身的这种界限不是特别明显 所以说呢 可能就不太容易出 所以说大家挑图片的时候要注意啊 我给大家有几个例子大家看一下 对方这种全身的或者这种都是比较容易出的 这我就不是了 另外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这个分辨率呢 一定要高 但是我现在用的这个分辨率是不高的 它只有360乘以640 所以说呢就涉及到我们要用到第二步 对它进行修复 那这个怎么去修复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在修复之前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就是你固定一下你的视角 比方说我们刚才那个视频下载下来之后呢 它是这个样子的 那这个声音我不要 可以去掉 另外你注意它的分辨率 我刚才说了是360乘以640 所以说呢 我在这儿呢也没有去扩充 就是360乘以640 如果是一个全身的 你后边不管用什么视频声称模型 声称出来脸肯定是不清楚的 除非呢 你就确定我就要一个全身的 那我建议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呢 来做一下这个视频的处理 比方说我们选中它放大到200% 或者是你到180% 那就看一下你到底需要多大 因为它本身不清楚 所以说呢 我们后续都需要处理 你可以挑一个比较喜欢的视角 那比方说呢 我最终挑出来的这个视角呢 会是这个样子的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最终选定的 主要是为了保证它面部呢 能够占有一定的像素啊 我们修复起来会比较方便 修复的话 我们同样是用阿里巴巴的WAN啊 这个模型 那为了给大家演示速度比较快呢 我还是采用云平台 云平台呢 我们依然使用的是Running Hub 大家可以通过Running Hub.ai 进到这个平台 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 这我们用到的是K神的视频到视频的工作流 点开它好这个视频呢我已经创建好了 下边呢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在它原始的工作流里边 这选的是1.3B的T2V 也就是文本到视频的生成模型 这我改成了14B的 那为了保证这个质量 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个VE 它默认选的是FP32的 我改成了FP16的 另外呢它这个工作流呢有一些更新 这个所以说大家最好下载一个新版的 把它传上去 这儿有一些技巧啊 你要注意 我现在生成的是5秒钟 然后1秒钟呢是30帧 所以说一共是150帧 我为了把它各个角度的图片都给捕捉下来 所以说呢我这儿采用了 一共取45帧 而且是每3帧取一个 那就是我用3帧乘以45 就将近是150帧 另外呢我为了给它放大一下呢 我把整个的这个分辨率的调成了480 乘以382 大家尽量的不要用480乘以848 因为848的话呢 这个图片会拉宽 人物呢就变胖了 不太好看 是吧 所以说呢我们采用的是480乘以832 另外就是提示词的写法 带着提示词的话呢 这儿我是用中英文混写 我前边是用汉语来描述这个人物 比方这儿有个特定的这个衣服啊 叫白色的广秀流仙裙 然后古风仙女 这儿我换一下 我换成美女吧 然后青丝如铺 20岁 然后呢依然是这个转动的提示词啊 是360度的转动 而且是公园里边 另外你要注意 在新版的这个工作流里边 它默认的这个调度器改成了UniPC 别的没什么变化 降噪它默认是0.5啊 这儿我改成了0.75 因为呢本身这个不清楚 我需要有一些修复的效果啊 所以说这改成0.75 好 下面呢我们来跑一遍 大家看一下 现在呢已经采样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生成了一个新的角色 我们对比一下 大家注意这个修复的感觉还是很强的 比方说背景变得更加的清楚 人物呢也变得更加的清楚 尤其是面部 当然呢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1T2V的这个模型 对于人物生成的美观度呢 我认为是有问题的啊 每次我修复的话呢 这个人物生成的总是不够漂亮 所以说呢 这个你可以增加一个附属的步骤 就是你把你需要的这个角度的图片给它拿出来 然后在Flags里边再去修一下 也是可以的 下面呢就是一个图生视频的环节了 然后我们退回去 采用K神的这个图片到视频的工作流 这个呢同样是一个新版的 它这个节点有更新 所以说建议大家重新的给它加载一下 别用原来的 把各个参数都调对了 我们这采用的是14B的i2V的 然后这儿我还是采用SageAttention啊 可能会好一些 对啊 i2V呢它是十部采样 这样我先加一个组 然后呢我把它整个的放到这个组里边 当然呢你可以用RJNode去控制一下 哪个去执行哪个不执行 这儿我就不那样操作了 我直接把它禁掉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处理视频的这个部分 首先呢我们加载视频上传一下 刚才我们这个视频修复过的这个 每隔11帧给它取一个 我们一共取4个 那就是取44张 44张里边取4张啊 这样各个角度我们基本上都有了 我们preview一下它 现在这4张还可以啊 由于这两个相似度太大 所以说我这儿呢调的少一点我们每个7帧呢 8帧吧 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啊 就是一个这个角度 一个这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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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我们现在从这里边一个一个的取嘛 所以说呢我们这儿用到一个get image from batch indexed 这个也可以 或者这个也行 那这个图片拿过来 这个index从1变到3的时候 它取的就是不同的 我们试一下 这第一张 这第二张 这第三张 这样我就不取了 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 下边呢我们把这个放开 那这个节点呢我们就不能要了啊 我们就得把这个给它连过去 然后呢我们设一下它的分辨率 同样呢我们是480乘以832 帧数呢我这儿设成65帧 那提示词呢我们用中文写一下 女孩向前行走 然后停下转回头 我们大概呢这样写一下 那下边我们跑一下第一张 我们先把这个设成0 采样完了之后大家会发现啊 就是这个人呢它基本走形了 那我们下边呢可以处理一下啊 因为在cash的这个里边呢提供了很多的方法 保证它不崩掉 比方说呢我们来加一个enhanced value 我们在其他的模型里边的用物这个节点 还可以保证这个人物不走形 那这个人物走形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这个帧数可能太长 另外它还提供了tcash 你可以加上tcash tcash的加速效果没有那么明显 好这个采样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是不是非常的棒 对吧 然后呢我们来看下一张 那这个呢就采样完了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只有行走的动作 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然后呢我们再来改一下提示词 我测完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英文的提示词会更有效果 所以说呢我们改成了walking slowly 然后呢就是这个帧数呢我改成45帧 因为60多帧的话时间太长 我等的时间也太长啊 另外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tcash啊 大家这尽量的先别用呢啊 这个不太稳定 有的时候会出现光点或者光圈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没有调到可以商用的一个程度啊 大家呢就知道有这个东西 那第三个呢就采样完了啊 那么大家看一下第三个其实有一些问题 因为它是一个测量嘛 没有正点 所以说他转过来的时候 这个人物的一致性没有办法保证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问题是吧 那下边让我们看第四章 第四章的时候呢 呃我们把这个提示词呢改成背影原走 尽量的让他别转头 要不然的话呢 可能他转过来跟原来长的不一样 是吧 我有这样的问题啊 好下边我们继续跑一下 那最后一个也跑完了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呢还是不错的 但是这儿有水焰 这个我们就不管了啊 那这样呢 我们就得到了一些素材啊 然后呢 我们可以在剪辑转件里边呢 略微的给他处理一下 然后呢 可以加一些转场 那我们大概就能得到一个相对完整的片子啊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最终的效果 也就是我们给大家演示的这个 它基本上保持了人物的一致性和整个环境的一致性 我觉得呢也是构建长视频的一个方法 那希望呢这期视频也能给大家提供一个不一样的构建视频的思路 好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